哈嘍大家好 我是一個部落衝突的親手 今天在首家的時候發現一個蠻令我不解的問題 這不解的問題就是在 防守的時候呢 敵方的野蠻人沒有攻擊 收集器 而是直接跟著巨人破牆而入 那 他打完像這部分時候他打完我的劍塔之後也沒有去攻擊 金幣 然後 而是在這邊繞來繞去的 這 野蠻人的走法讓我非常的疑惑 那我想尋求一下 板上有沒有高手大大 為我解惑一下 他的野蠻人為什麼可以走得那麼奇葩 那這邊我再重播一次喔 開場時呢 他先丟了一個雷電 然後呢 巨人放在右側進攻我的法師塔 左側也放了一些巨人進攻 然後呢 這邊就直接把70個野蠻人全部丟完進攻 那可以看得出來呢 一開始的時候他野蠻人有攻擊我這邊的跟這邊的收集器 但是 卻又回頭反過來破牆 然後攻擊我的劍塔等等之類的建築物 那我實在不太理解原因為何 雖然說這場是獲得了防守成功的勝利 而且損失也非常的低微 但 不解的地方就在這裡 為什麼他的野蠻人都沒有攻擊 比較近的設施 而是直接破牆去攻擊 防禦設施 那他的野蠻人 這個設定到底是 從何而來 就是 我是漏掉了什麼樣的資訊嗎 因為我上網爬文 大家得到的 我得到的答案都是 野蠻人只會攻擊究竟的區域 究竟的設施而已 那控兵的技巧就只能是 間接型控制AI而已 不能像他這樣子直接型控制AI 那如果說知道原因的呢 歡迎 就是在YouTube底下留言告知我一下 那感謝各位 謝謝 掰掰